大家好 到了一些显卡 迅速的做一个简单的方案 CPU是锐龙的R53600 6核12线程 凯霞的AC10的1TB的舞台 我们送一个硬盘的散热片 这次没有用500G的1TB装游戏的话是没有容量的焦虑的 主板是7家的A520MH 这是主板的供电部分 两个内存测槽 一个M2口 电源和以前是一样的 酷冷之尊铜牌的500瓦 两条英瑞达的8G3200内存 这样16G的双通道 CPU散热器 玄冰400四热管 压这个CPU是绰绰有余的 会送这个白光的机箱风扇 最关键是显卡利台的1660S6G 这个卡是目前能有量的 价格也还好的 是一个单涡轮风扇 从背后出风 拿这个卡我们是乘坐厂家 是只给真实的用户 不给矿场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初衷和形态 如果给矿场的话 到时候马上就除掉了 不用这么折腾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YZZDN这6个字母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笔记本和DIY台式机 DIY台式机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不同的方案都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机箱里面应该比较熟悉 先码的M7MATX散热的风道还不错 马上就拿给我们师傅装 装好了M7的板材做工在这个价位段场都还可以 点亮以后再看看 前面板是两个我们定制的风扇 噪音很小 打开侧板以后 再来换一个角度 背后主板上是6个USB口 显卡是三个DP 一个HDMI 30分配出头一点就是环境噪音 所有的BIOS的设置都是默认值 显示器是2560×1440 CPU的6核12线程 32兆的三级缓程 这个配置其实我们做过太多次方案了 内存是3200的16级双通道 历台的家用卡在市面上非常少见 我也是通过专业卡的渠道去订的这个卡 DIY的机器我先烤机 现在是4.03G 74瓦 环境温度21.8度 玄冰400 压这个CPU肯定是OK的 只单烤了一分钟 完全没必要的 因为现在是80度 79瓦 4.03G 4.04G 最关键是看一下双烤的表现 双烤才开始 GPU现在是1.9G 55度 双烤了31分钟 现在GPU是1.875G 61度 CPU散热器是1740转 显卡是2860转 CPU现在84瓦 4.0G 现在的环境温度是23.2度 双烤是满载的噪音是45.5分贝 背后是38度 插线板上251瓦 500瓦同排的电源 放余量放的有点多 省钱的话 400瓦电源也是很够的 单烤显卡现在是1.875G 64度 125瓦左右 烤机发热和性能的发挥是完全没问题的 下面跑分 类似的配置已经跑过了 就迅速的过一遍 CPU的跑分是高于了i5的10400F 223的多核和单核都远超过了i7的10870 这个是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并不是说拿台式机和笔记本笔这样不公平 台式机只要主板和散热到位是没有降频一说的 笔记本不一样 大多只能跑单轮 多轮是垮他的 可是工厂不用GPU加速192秒完成 GTX RTX系列的N卡支持NVENC快很多 现在35秒完成 PR导出视频是60.56秒 比10400F快了10秒钟不到一点 鲁达斯总分379000分 CPU136000分 显卡192000分 内存是39.9G每秒 80.7纳秒的延迟 现在没有调内存的时序 你们关心的L3 这是527G每秒 古墓丽影最高画质 1920×1080 没有开光追 跑完了平均82帧 工业软件更多看显卡 我就不跑了 确实时间太长 3DMark CPU是6699分 显卡是5929分 R7000P的2060 115瓦是6667分 台式机的1650S是4661分 有人始终不看后面的S S和不带S相差巨大 英锐达也就是美光 这个内存还是很神奇的 3200的内存 现在我调成了3600 什么都没改 电压你们在左边能看得到 现在内存是44.2G每秒 其实7.5纳秒的延迟 我只是随手试试看 马上会降回去 所以的测试 我尽可能都是放在默认值去跑的 我一直都怀疑美光是不是把同样的颗粒 标不同的速度 占不同的市场 这是1TB的凯霞的硬盘的跑分 真实的表现 我来跑一下200G的混合模式 凯霞固态的跑200G的混合模式 从来都很奇怪 刚才最高是72度 平均写入是700兆 读取是980兆 我也重复认为它比西数蓝盘好 但是大家认为西数蓝盘有冷数据门 前面的跑分和测试很多人看不懂 也不想了解 但是机械的基本表现还是要知道的 总结就是性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够用的 包括做视频 包括建模渲染 散热的表现也是溢出的状态 我们看一下赛波朋克 现在是预设的最高的画质 但是我去手动把光追关闭掉 因为1660s本身不支持硬件的光追 确定一下这是最高的画质 但是没有开光追 帧数现在在50几帧40几帧 分辨率是1920×1080 帧数在左上角40几帧456帧41帧 但是没有那种卡顿感 也没有操作上的延迟感 我再把画质放在预设的高上 现在光追也是默认关闭的 再进来看看还是在50几帧会高一些些 再来看一下预设的钟是怎么样子 进来以后在60几帧 那基本上降一档会多10帧左右 显卡的温度还可以59度 在右上角1.89G 6G的显存占了4.6G 16G的内存现在只占了6.8G CPU的温度49度4.19G CPU占用的是左上角第一个黄色的值 现在我放在预设的低画质上 帧数在78帧76帧81帧这个范围 好了再看一下绝地求生 全屏显示1920×1080 画质全是超高 帧数现在在120 130几左右 CPU温度46度 44%的占用4.19G GPU62度98% 1.875G 显存6G占了55% 内存16G占了55% 有人说朝着海边帧数会低一点 那我不朝着海边 现在朝着山是118帧 好了上飞机以后是100帧出头1.136帧 200多帧也有跳伞的过程中140帧左右 这是一个台式机 CPU的频率稳稳的在4.19G上 这一间房子里我什么什么都有了 好像有人打我 你们有没有全身GP给他起过 好了 这野地跑步在110帧左右 CPU48度占用42 4.12G 显卡的温度 频率显存占用 内存占用都没问题 全部OK 我再放在三极致上 帧数现在没有什么变化 在120几帧 你们注意 我又把分辨率改成了2560×1440 这个时候帧数在113帧 还有这么高 这个分辨率下 你会明显感觉到更有细节 更清晰 我快速的转向的话 也没有帧数明显的变化 操作也是很连贯和顺畅的 绝地求生 可以让你很明白它的性能在哪里 我现在又把画质改成了2560×1440 全部超高 这个时候帧数就只有60帧左右了 那在2.5K这个分辨率下 高分辨率下 跟RTX30系列的差距就拉得很开了 问题是现在一个RTX3060Ti 5000多块钱 对面那个房子里有一个人 我不会放过他的 很奇怪 他自己死了 不是我打死的 他可能知道我要来 心理压力太大 自裁了 好了 我也自裁了 坦克世界的画质设置是极高 也就是最高了 分辨率是2560×1440 进游戏以后 帧数在100帧不到一点 跑起来以后操作感受是没问题的 没有那种粘粘的或者延迟感 但是在这么高的分辨率下 帧数并不高 90帧100帧这样 我正下方有几辆车 我一直在点亮 我换了一辆车进来 现在是1920×1080 还是极高的画质 这个分辨率是大多数人用的分辨率 1920×1080 现在帧数在124帧左右 现在帧数还是在140几帧 因为时间还早 看一下战地5的表现 1920×1080 光追肯定是没有打开的 现在的画质设置是最高 帧数刚刚进来是98帧 76帧72帧 发生战斗以后是69帧 71帧这样 站在火面前 现在77帧75帧 我把画质改成了默认的高 现在帧数在80帧左右75帧 再改成预设的中 再来看一下 现在帧数在87帧84帧95帧 发生战斗以后90几帧 好了 现在站在水边 还是刚才的设置是100帧左右 120几帧都有 后台同时在备份的2077有CPU占用 所以表现的仅供参考 因为确实3600和1660S 这个表现大家太熟悉了 英雄联盟难道是优化过了吗 现在帧数有400多帧 2560×1440最高的画质 CPU4.12G 显卡1.905G 发生战斗以后 现在有300帧左右 战况非常激烈 我不停在放大招 对方完全是被动挨打 这个人物造型有点三俗 好了 我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最后还是决定跑一下打锁的spec 最后一项的是P2200这种专业卡 在这方面用途 专业卡还是要更占便宜一些 内存又调成3600 稍稍调了一点点时序 现在45.6G每秒 其实1.3纳的延迟 我们前面就有一个锐龙的3600 配1050Ti的方案 3000多块钱很便宜 但是1050Ti也缺货了 我们确实对形式估计不足 一开始不屑于1050Ti 到后来是为了提1050Ti搭配1030回来 现在情况是1030也没什么货 1050Ti那个方案 可以在不要求画质的前提下 跑大多数游戏 今天这个方案是大多数的大作 都可以流畅的跑了 这个方案没有任何学念 就是我们每一次演示的 类似的配置的应该的表现价格是5350 一定要压缩预算的话 那也可以用500G的固态 8G内存 这样可以控制在4000多块钱 这个时候不适合我们做DIY的方案 因为显卡 但是在年前年后有强烈的刚需 这个是我们可以保证的有量的不少猴的 唯一的方案 H410缺货 i3的10100F也是缺货和涨价 所以做方案也确实很难做 1660S说起来几百片 对于我们这种体量其实也很快 而且我们对保留一些其他的方案和日常的开单 好了 今天就是一个水桶机的演示 找我们在淘宝的首页搜中正评测 可以找到我们 如果有方案的调整 跟我们的客服联系就行 包括3060Ti 3070 3080 3090 也都是现货 跟我们的客服联系就行 最后我们今天演示的这一台机器 会做折价减251也就是5099 不介意被我使用过有一定的使用痕迹 可以在淘宝的首页搜中正评测 可以找到我们进店以后搜回血 也可以找到这个机器找不到就是被买了 在这种时候 DIY我也没办法给到大家更合适的方案 我刚刚回公众号 还有人问B85的方案 什么内存光什么硬盘 这种事情我们也干不出来 后面的小步快跑 多和厂家谈点方案给大家 今天应该会到一批5950X的CPU 到时候也做方案 这期所有的图文和汇总的表格 在我们公众号里是YZZDN这6个字母 也可以搜中正电脑 有什么想让我开箱的笔记本 可以在公众号的最新一篇文章后面留言给我